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我這個職場東家島 在這個時段做過路人 又說一下職場生活點滴 好 說一下今天想說一些話題 最近身邊有朋友轉工 公司有四至五十人左右 回了兩個星期 就發現身邊有些人圍著自己 慢慢意識到這些不同的人種 是來自各方的圈子團隊 小圈子 要很小心處理 特別是比較重視那份工作 我這位朋友P小姐 暫時處身在游泥狀態之中 不過都不給得那麼久 覺得怎樣都要做個決定 所以煩煩的 小圈子在一間超過十二人的公司裡 很自然就衍生出來 當我們去到一個新的環境裡 對所有人都感到陌生的情況下 又被迫緊加入一些小圈子的時候 真的有些被綁架的感覺 其實辦公室小圈子是否真的這麼負面呢 可能也有它的迷人之處 它可以令到這個圈子裡的人 彼此熟悉 溝通良好 互相提供協助 完成工作任務 人人都好像穿著一件 逛逛的新衣 只有自己人才看到 這個是有學名的 叫做工具性社會支持 同時小圈子 也有助一些遇到挫折的時候 得到同派同系身邊的夥伴支持 明白你的委屈容易得到安慰 這樣也可以減輕工作 和生活上所帶來的壓力 這種叫做情感性社會支持 好了 既然小圈子有它的迷人之處 那怎樣將它圈著字的呢 去到一個陌生環境 當有心理準備加入小圈子之前 首先是要主動 加上耐性 搞清楚派系和各支遲度 遲很有立場 但又不要老有立場 中午飯 小心點吃 最好不要同一個派系 連續吃超過兩餐飯 飯是不可以亂吃的 另外要考慮的就是小圈子的性質 一般分了兩種類別 第一種是辦公室友誼一族 同時間通常是自取相頭形成的小圈子 例如是美食圈 運動圈 電影圈 唱棋圈等等 這種圈子可以在職場裡 建立小小的情依 樂載工作感 對公司有歸屬感 有部分都是這樣形成的 第二種類別就是利益圈子 這種圈子的形成 主要是為了結黨認私 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辦公室政治 這種圈子 或者是比較少同時間那種情感交流 多數是一些權力的維護和運作感 如果你打算加入這一類圈子 那就更加要給多點耐性 不是選擇一個冷冷的 好了 總有第三類 獨行俠 喜歡獨善其身的話 都要帶著一些通融之道 久不久都要提醒自己 和各派系的人保持友好關係 不要把自己推到 由你以外的職場邊緣人 獨善其身都有好處 例如是一個職位 各圈子爭執不到 兼帶來很多矛盾的時候 受惠的可能就是你的 好了 今天的講小圈子的話題 又到這裡為止了 我又遲到了 趕地鐵上班了 拜拜